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原本是一句调侃 但在上海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实验学校 却成了学生们口中的稳稳的幸福 该校90后体育老师文晓峰开设的数学补习班 让不少学生数学成绩明显提升 近日记者来到该校采访了这位体育老师 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体育系的文晓峰 自小数学就不错 担任班主任工作后 他发现一部分学生对于数学公式和题目不理解 也缺乏解题的自信 便萌生了开设一个数学补习班的想法 仅半学期 不少参加补习班的学生们的成绩都有了大幅提升 我们上他的课 就是从我来说的话都是很快乐的 在上了文老师半个学期的课以后 我成绩一下子上升了20多分 就是说会比较有趣 然后也提升了数学成绩 如何让学生提升成绩 文晓峰笑着表示 兴趣和注意力是让学生们上分的秘籍 第一个我是一个体育老师 所以说我在给他们可能辅导数学的时候 他们会感觉到更新颖 从而激发他们的兴趣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又是一个班主任 那么可能在我的课堂上面 他们的注意力能够更加集中 身为体育老师的文晓峰认为 体育与不少学科都有互通之处 体育所锻炼的注意力 毅力耐受力等等 也有助于学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攻克学业难题 比方说我们的乒乓球 在打乒乓球的过程当中 它的球速非常快 而且球又不大 那么在来球的时候 你要迅速地判断 它来球的方向 旋转等等 你要回机 那么在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很锻炼学生的一个注意力 同时文晓峰强调 数学不可能都有体育老师教 对于数学比较薄弱的学生来说 数学课堂上的进度较快 他能做的就是陪着学生慢慢消化 同时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自信心 在开设补习班前 文晓峰还特地去咨询了数学老师的建议 做好备课 据上海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实验学校 副校长蒋海英介绍 在学校里 像文晓峰这样的体育老师 当班主任并不是特例 现在校内不少班级正在实行双班主任制 即由不同学科的两位老师合作分工 共同承担班主任的责任和任务 这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共有十位体育老师 除了文晓峰担任班主任兼年级组长外 还有五位体育老师分别担任中小学年级组长班主任 江海英表示 学校选任班主任并不是以学科为依据 而是根据老师的诗德诗能表现 如关爱学生 责任心 课堂教学和管理 控班能力等综合判定 我们两位班主任可以相互帮助和相互扶持 可以更多的有关爱我们学生的一个班主任 与文晓峰搭档的是一名80后物理老师班主任 相互配合 干活不累 在文晓峰看来 两位班主任能抱团取暖 让班级的管理更及时 细致也能更好地观察学生 发现学生的善光点